買衣服可能很像阿嬤網楼大餐 這是個中一個紅燒鞋在網路 拿一塊塊的孫子來買衣服 那當時對方有拼給別人 說衣服的班型比較大 寸帳可能有精差 結果他收到衣服後天差得低 他本來注文的寸帳是 百億公分到百二公分的小孩 無論說收到的衣服 含155公分 關於紅燒鞋也會穿的 讓他也好去也好拿 事後手上火到白也代用可以拿火 紅燒鞋是暗算過了心 心想了解不想要拿了 但小孩大小才來穿 故鄉這個紅燒鞋正網路 拿出來這麼多的女生買衣服 結果收到後後 刷給紅燒鞋看一個人去 原來紅燒鞋說正網路買衣服時 對方又跟她說衣服會比較大 想不到收到的 那是一件真正很大衣服的衣服 真正看這兩隻小孩穿的衣服 逛逛一個看沒什麼問題 不過拿來跟八隻做比較 就能看出來 上面那隻小孩是90公分長 還會卡兩隻 紅燒到哪隻的 所以是很大隻的 因為含155公分關的大人 也都會下去 外面一個沒起在網路 雖然他們去網友的回應 有人看到笑到老闆 也有人說這根本就是大生人的 小孩在穿的 還有網友說 看起來要跟中心來了解 有更大的定義 廠商那邊也要跟我們說不好意思 所以如果太麻煩了 就放著等她長大吧 路買衣服 對三的春秋也感覺很濕 說完他替完會 不過紅燒才沒要追求 他要把衣服留下來 等小孩大後後再穿 在網路買衣服風險比較大 建議民眾多參考 各國春秋的對照表 才不會有春秋差太多的問題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報導